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完美的创造 参考经文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 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 《创世纪》第一章中 神的创造看起来像一座圣殿 圣殿是天与地交汇的地方 因此 在《创世纪》二到三章中 神来到受造的圣殿里 与受造物发生了互动 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 《猎王记》上六到七章中 神的圣殿看起来就像创造 神在圣殿中 大祭司每年可以进去一次 有时人们说 神的创造是完美的 是罪把它破坏了 好吧 罪确实把它破坏了 现在仍在继续破坏着 但创造从来都不完美 它只是圣好 直到最后 当新天新地到来时 才会完美 新天新地里将不再有圣殿 因为在新天新地 不会只在一个地方神人交汇 相反 它们将联合成为一个新的所在 在那里 神的家就在人间 这就是神的新意 也是他一直期待的事 天与地的结合 道成肉身 反映了神的这一旨意 耶稣自己就是新的圣殿 耶稣自己就是天与地的交汇 在祂的身上 神与人结合在一起 这不仅是圣好 而是终极的完美 让我们一起祷告 神圣的耶稣 你使神有可能与人同住 更重要的是 你已经使之化为现实 这是何等完美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